众所周知,我国历史有着上下五千年,而绝大多数都处在王朝统治时期,不过在历史长河里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够经久不息,尤其是在战乱年代,一个又一个国家诞生,覆灭,就像春秋战国时期,多少诸侯国被灭,才最终有了战国七雄的局面,最后被秦始皇统一天下。 五湖十六国,同样也是一个战乱不止的年代,很多国家诞生不过几十年,就被覆灭了,后燕就是其中一个,一代战神慕容锤,强势开创后燕,然而仅仅二十三年的时间,就被后代子孙给败光了。 别看后燕仅仅在世二十三年,但成为皇帝的却有六位,甚至可以说是七位,最后一位皇帝是位慕容锡,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皇帝,他的名气在于他的变态之处,甚至可以说是史上最变态的皇帝了。 读历史,您是李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可以说,慕容锡的终生都在侥幸中度过,包括他当上皇帝,在当时那个时代,皇朝争权,朝廷内政十分不稳定,永康二年,断肃谷作乱,慕容氏的诸王多被杀害,当时的慕容锡十三岁,本来也应该命丧皇权。 但是因为慕容锡向来备受羔羊王慕容虫喜爱,而慕容虫是断肃谷一岛,所以慕容锡才免得依死,永康三年,兰汉篡位,当时慕容锡的儿子只剩下慕容锡,遂封他为辽东宫,成绩淹四,不久,慕容锡的侄子慕容胜杀兰汉复国,倒霉的慕容锡被降职,长乐三年,慕容胜被布下杀害,太后丁氏慕容胜的伯母。 慕容锡的嫂子认为国家多难之际,应立年长者为君,群臣都希望立惠敏毕慕容宝第四子平原公慕容园,但是丁太后打算立慕容锡,于是慕容锡成功即位,成为新一代君主,说到太后丁氏所以如此推崇慕容锡为皇帝,也是有原因的。 因为慕容锡和嫂子丁氏的关系不一般,二人曾经在暗地里私通,丁氏与慕容锡的关系,与《水浒传》中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一样,是嫂嫂与小叔叔子的关系,不同的是,武松心无邪念,潘氏多次引诱未成,潘,武之间没有风流,丁氏与慕容锡之间却很龌龊,暗中勾搭成肩,用俗话来说,就是,有一腿有人称是慕容锡为当皇帝而主动勾引嫂子的,有了这样的关系。 丁氏当然要让小情人慕容锡当皇帝了,登基为皇帝之后的慕容锡改年号为光使,改称北宴台为大禅于台,设置左府,右府,地位仅次于尚书,如此说来,慕容锡即位之后,太后丁氏的地位应该越加稳定,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,光使二年十月,慕容锡纳了原前秦中山尹扶摩的两个女儿为妃,长女扶松娥,封为贵人,幼女扶训英,封为贵嫔, 慕容锡对服侍姐妹甚是宠爱,丁太后对此有怨愤而诅咒慕容锡,于是和哥哥的儿子欺兵尚书丁信策划废除慕容锡,改立张武功慕容渊为帝,慕容锡听到此事,非常愤怒,逼迫丁太后自杀,以皇后的礼节安葬,追视她为现优皇后,自此,慕容锡的天王之威更无人敢为, 大兴后宫的同时,又大兴土木,尽书慕容锡载记记载,慕容锡大驻龙藤院,广袤十余礼,意图二万人,其景云山渔院内,积广五百步,风高十七丈,又起逍遥宫,甘露殿,连房数百,观阁相交,凿天河渠,饮水入宫,又为其朝夷服侍凿驱光海,清凉池,当时正处 剩下十节,大家却不能停工休息,许多人中暑死亡,有一次,慕容锡在城南游玩,走到一棵大柳树下,似乎听到树中发出大王茄子的声音,劝阻她不要再劳民伤财,慕容锡一气之下,把这棵大柳树拒倒了,树中钻出了一条杖把长的大蛇,话说,慕容锡心纳的福松鹅和福迅英姐妹都十分美丽,动人无比,完全把慕容锡迷住了,说什么慕容锡都会答应, 这两姐妹私下里喜欢外出游山玩水,不论去到何处,慕容锡都不会制止,有一次,慕容锡为了陪皇后福迅英外出打猎,北登白鹿山,往东越过了清岭,往南到了沧海,百姓为此困苦不堪,氏族有五千多人被豺狼咬死或被冻死,慕容锡似乎一天也不能离开女人,去哪都把福皇后带着,连攻打高勾离,气单这样的战事,也要服侍作陪, 甚至为了与她同坐一车,不惜改变作战方案,延误战机,一次攻打气单,见对方兵力雄厚,慕容锡打算收兵,但福皇后不听,想取得点战果,慕容锡为让福皇后高兴,便命令部队绕到三千里,改攻高勾离捞点便宜,结果路上被冻死饿死的士兵不计其数,最后大败而返,慕容锡专门为福皇后盖了一座超豪华的房子 成华殿,十点君杜静看到这种情况,觉得为了一个女人,皇帝的行为过了,便再观一阙,尚书极见,就是带着一具棺材上朝,冒死见劝,慕容锡对杜静行为极为恼火,成全了她,真把杜静斩杀了,为了取悦福迅英,慕容锡为此杀死了不少忠臣, 矫情的福迅英,曾经在六月,想吃精细的冻鱼肉,在十一月要生地皇,慕容锡都给有关部门下令一定办到,找不到的,就加以处死,慕容锡就是这样残暴,还有一次,福松鹅生病,龙城人王温称说能治疗,但是没过多久福松鹅还是不治身亡。 慕容锡痛恨王温荒诞,在宫车门前将王温之解并焚烧了,见史元年,皇后福迅英去世,慕容锡背号必勇,若丧考彼,大意是比死了父母亲还要伤心,像疯了一样,在跌跌爬爬痛哭,她把扶皇后的尸体抱在怀里,喃喃自语,体已就冷,命遂断矣。 因为伤心过度,慕容锡竟然昏死了过去,身体直直地倒在了地上,过了好久才醒过来。 慕容锡苏醒来时,福迅英尸体都已经收敛入关,慕容锡再次打开棺盖,爬进棺材与福迅英的尸体交欢,对于自己深爱的皇后来说。 身为一国之君的慕容锡,不仅为其披码带孝,而且不沾婚时,只喝西粥,以表哀悼之情。 另外,慕容锡还命令文武百官在宫内设置皇后的牌位,集体举哀痛哭,又让僧徒穿白衣服,并指令官员一个个的检查哭的人,有眼泪的就认为是忠孝,没有眼泪的就要治罪。 于是大臣们都特别恐惧,没有办法,全都含着辛辣的东西,刺激自己落泪。 慕容锡的嫂子张氏,人长得有几分姿色,慕容锡便让她给福皇后殉葬,找个理由把她赐死了,有不少大臣也很害怕被殉葬。 又蒲叶为求等人,甚至洗好澡等死,或许慕容锡对福皇后真有一定的感情。 后来还为她造了豪华的牧原征平陵,周围达树里,并主公将善为之,朕将随后入此陵。 据说,一直到福皇后的尸体发出腐臭,慕容锡才不得不让下葬。 但在下葬时,又弄出了一个特大荒唐,慕容锡如孝子般为服饰披头散发,鞋子也不穿,赤着脚步行送葬,彻底丧失了一个皇帝的尊严,因为灵车太高大,出不了城门。 慕容锡下令把北门拆毁,当时有老人就私下议论,慕容氏自毁其门。 将不久夜,见史元年七月,中尉将军冯拔,左尉将军张兴,先前都因是获罪出逃在外,因为慕容锡施政暴虐,与冯拔的堂兄冯万尼等二十二人结盟,推举慕容宝养子慕容云为首领,讨伐慕容锡,此时的慕容锡并未在意。 最后身着,便福在在树林里,严同她的孩子一同被人试杀,一同埋葬在城北。 当时的慕容锡年仅二十三岁,仅仅在位七年。 在慕容锡统治厚烟的七年间,没做出什么政绩来,不过她对皇后的痴情还是非常令人钦佩和感动的,但是她爬进棺材与皇后尸体交欢的这种行径。 实在令人发指,她这分明就是不顾为君之尊,不尊重侍者的一种表现,是内心迷失本性的一种变态。 她的这种变态,究竟是她有练师癖好,还是另有太阴,上查找不到史料佐证,不过她的这种荒唐之举,不仅令人匪夷所思,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。 慕容锡本想着醉诊千秋梦,没想到由于她的婚庸和暴政,终遭叛乱,落得个被秦杀害的悲惨结局,这样的国破家亡敌却是一种悲哀,一种无言以表的悲哀,一种让国人丢脸的悲哀,一种被后世千秋唾骂的悲哀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永远